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那大家一觉醒来会发现 官网怎么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改版讯息 相信大家可能也不见得这么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去把它细看 虽然说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不过我这边已经先看过一遍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看的话呢 可以先不妨先看一下这段影片 那细节的部分你再自己慢慢再去看 那我先为大家来快速的带过这些新活动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第一个首先先从这个经验值合并开始看 那这一次的经验值活动呢是从1月28维护之后到2月13 也就是大概是两周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次活动 他是可以将同时伺服器60级以上的角色 用他80%的经验值转移到30等以上的枪手后龙斗士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合并呢 这个合并经验值不限于新职业 如果你想要练枪手的话 在这一次活动也可以去练 那相关的规定大家就自己来参照 那这次经验值合并 每个账号只能买一次 然后价格的话是1000难赚 那基本上如果说你80级以上的最多就只会到79级 应该说80级0% 他都跟之前的那个设定是一样的 那这个提供给大家的参考经验值合并的功能 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限时的这个伺服器的移民活动 移民活动是从1月28就今天的维修之后 而且是要记得是中午12点半 好一直到2月27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每天的中午12点半 他会把这个移民的 每个伺服器的移民的额度会把它释出 所以如果说要移民的话要特别去注意 那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一次开放的移民 是大移民 也就是说他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边有一个伺服器的这个分组 伺服器的分组列表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伺服器都在A组 不限于是上次那个次元活动 次元列和那个分组影响 这些所有伺服器 除了这个比较新的伺服器 编在B组的不能跟A组这样子跨之外 每一个组别里面的伺服器 互相都可以去移动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他是属于大移民 不是那种所谓的分组移民 所以如果说你这一次 因为之后会有这个世界地间 如果说你要想要跟你朋友一起玩的话 这一次要赶快移 去参考那个次元列和分组列表 然后赶快移到跟他们是同一个分组里面 这个要特别注意 然后新伺服器啊 这边新伺服器巴风特和巴列斯 这两个是不会列入移民的 暂时不会列入移民 那移民的条件大家就自己去参照 那再来我们讲的是签到系统的更新 好那签到系统的更新 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他主要就是以这个叶子为主 大部分都是叶子 五百叶五百叶就让你领的非常多非常爽 然后其中有几天是一般的变身卡或者是魔法娃娃 好那这个一般最顶多就只能抽到高级啊 所以就大家就这样子看看就好 然后特别是七十四就是每七天啊 这边会拿到一个商城的饰品 好这边都是商城的饰品 那会拿到的就是有光之什么什么 皮夹克啊 好守护章 那戒指耳环 那重要的是第三十五天 他这边刚好折住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 第三十五天可以拿到君王或长老的变身卡箱 也就是说你只要连续登录 你只要登录三十五天 好在这个期间内 你第三十五天就可以保底拿到蓝变 这是绝对可以拿到的 这个特别会注意 那第三十五日过后呢 每天会连续 就是你每天会额外拿到500的这个叶子 然后连续登录奖励的话 也是500 700 1000 1500 这个是大家自己去参照 这个是新的这个签到系统的更新 好那再来我们讲新伺服器 新伺服器这次开了两组 就是巴凤特跟巴列斯 再次重复 这两组伺服器是不能参与刚才讲的移民的 这两组伺服器是不能移民的 好那明天 今天啊 28维护之后 到3月27号维护 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只要登录 这边新伺服器的限定好理 将以下道具置入该账号 第一个登录的新伺服器的角色背包 也就是说只要你创账号 开账号之后 在这个这两个新伺服器里面创角色 你就会拿到这些东西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会有这个69级以下 它会有经验值500%的这个加成 好就算你没有叶子 你也可以拿到 你也可以有快速练功的这个 这个加成就对了 然后还有这个龙 龙之钻石箱 然后这边会有拿到100个龙钻 那再来还有这个拉斯塔巴德的祝福变身箱 还有祝福魔法娃娃箱 那祝福变身箱就是50级之后呢 你每天都可以去开 就是50级之后每一级都可以去开一次 这个所谓的变身卡箱 然后一直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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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到69等70等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拉斯塔巴德的受祝福变身箱 这边都有啦其实都有 每个都有 然后它这个变身卡箱 它开到后来 开到后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奖励 拉斯塔巴德的受祝福变身卡片箱 这边可以开到一般到英雄等级 那这边60级的哦 60级可以开到 也是它这边就是稀有到英雄等级 你可以看一下 60级之前是一般到英雄 丑随机 然后60级开始就是保底蓝变了 然后保底蓝变或倒红变 那如果是70级就是蓝变到紫变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机会可以直接抽到紫变 即使它机率可能比较低 但是基本上你有保底的是蓝变哦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娃娃的部分也是一样 70级的就是保底蓝娃娃 然后你也有机会抽到传说级的娃娃 那这个是新伺服器的部分 新伺服器的活动通常都会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想要玩回锅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再来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讲一下春节的这个成长箱 春节的成长箱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客掌箱啦 客掌箱 所谓客掌箱就是像这样子 1500赚买这个组合包 然后它在里面有这个成长箱嘛 它可以去换成长药水 那这个成长药水后面就是巴拉巴拉巴拉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制作项目 包括限定制作 这个我们待会看 然后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如果说我们开这个啊 开这个成长箱 这边有写会百分之百获得成长药水三个 这边有写那几率获得道具 你可以看一下 你有几率获得这一些子变 有几率获得这些子变 然后其中哦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新的 变身卡片暗杀 暗夜杀路者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龙骑士的 龙斗士的这个子变 这次你开这个就有机会去开到 都不用制作 就是有机会去开到 应该没错 几率获得 然后你再往下这边 当然最多人可能会拿到这边 然后它这个成长药水 你可以单独使用 但是它就只有经验值加30% 那还有一些效果这样子 然后可以自动下拉使用 那下面这边呢 就是一些兑换了 那这边有一些兑换这个任务卷轴 就是你去完成打怪啊 或者是去参加世界副本 就可以获得一些经验值 那这边就我们先先跳过 因为这个还好 然后在制作这边 大家可以去看到 它有一些新的装备 是可以透过 这个制作系统去制作的 就是你用上面讲的这个药水 成长药水 比较注意的是这个 金属蜈蚣 硬壳盔甲 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装备 然后其他就还好 其他就还好 然后再来这边 蓝色的装备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这些价格可能换算起来 可能跟以前的那个商城 应该说以前的 克金商城装是差不多的 那它这边有一个灭绝者锁链剑 应该是名字物质的 因为官方公告的武器里面 也没有这一把 它可能是消灭者锁链剑吧 蓝色的 有可能是 然后黑妖的部分啊 之前大家很想要拿到 荧光双刀嘛 这一次终于可以制作了 而且是一定可以制作的 这个不是几率制作 90 应该说270罐药水 270罐药水 你就可以去制作了 然后 这个戴欧斯大炮 是新的这个武器 大概我们讲 是枪手的武器 然后再来看一下 限定制作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制作之前 新年没有做到的那个武师 可是每个账号只限定制作两次 但也OK啦 然后你你你不会制作太过太多个 除非说要去吃那个葱蓝 葱蓝 葱蝙 vehicles 你去制作 然后比较特别 有一个龙斗士的这个变身卡片箱 也是可以制作两次 龙斗士变身卡片就 呃 待会我会讲 那后面这边 还有一个限定制作的 刺plet器限定三个 每个帐号限定制作一次 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红色的技能 法师 骑士 妖精 王族 黑妖的也有 黑妖枪手 龙斗士 恐惧无助 这个蛮特别的 这一招蛮OP的 蛮OP的 他要1200 1200瓶这个药水 要限定制作 每次服器限定三个 这边大家去参照一下 那这个死神的变身卡 这个待会也会讲 那变身的这个 格斗家男女 这个之前也有 但是后来又消失了嘛 就是限定制作 那他这次又开放了 但是他说 吃服器限定三个 限定 参加限定一次 然后只有10%的 这个几率会成功 如果失败的话 他会送你 150个龙斗 不如消补啦 那再来 限定制作有分 有分不同的周数啦 那第一周是公开这一些 第一周公开这些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全部都是纸的 那当然价格来说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是便宜啊 对如果说你要拿纸舞的话 当然是便宜 可是这个也是一样 限定制作有几率失败 运气好的就冲到 那底下这边有一些这个活动啊 有些活动 这个是用上面的一个 这边有一个 来这里这里这里 最前面这边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宙斯的卷轴嘛 这边有一个宙斯的任务卷 就是你用 你用成长用水 换的那个卷轴 那他那个任务啊 怎么完成就是看这些啦 打怪啊 完成试炼副本啊 你就可以拿到经验之 很简单的活动 那就可以让你拿到经验之 这样子 然后他刚刚里面有一个 制作秘籍箱 他可以随机开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也是给大家参照 当然 开不开得出来 这个都是几率问题 他不是说保底的 这样子给大家参考 然后这个龙豆是变身卡片箱 他除了开到这一些之外啊 他还有几率 还有几率开到这个 荆棘公主爱为 这个也是龙骑士的红 这个是龙骑士的红便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 春节制作秘籍 这个东西啊 他也是制作出来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前面有这个制作 在这里 在这边 你都可以去制作出来 他是一定可以制作成功的 他是可以制作出来的 然后你制作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 几率去抽 随机制作一下道具 就是随机出现一样的意思就对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龙骑士的恐惧 冲击 哇 恐惧冲击这边可以拿到 然后救光啊 龙骑士的这个夺蜜之雷 这边 哇 还有什么狂龙伞 这一招之前 在那个龙斗士的 的那个技能公告里面是没有看到的 什么是狂龙伞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些道具啊 有些删除的时间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参照 以上呢 这个是春节成长相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商城的现实更新 商城的现实更新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一个充等包啦 可以跟之前的那个充等 之前的跟 之前那个枪手开放的时候充等包 一样意思 他会推出一个叫回归勇士的充等包 跟成长组合包 这两个啊 其实是适合新手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角色未满70基以下才能购买 这两个都是 那还有第三个 回归勇士的晋级组合包 好那这个要三千难赚 那他是70到74基才能买 好所以 你 克这两包 拿到 这个是拿装备 那这个是拿经验值加倍 好 这个是拿经验值加倍 等那你充到70之后呢 你再可以来这边买70基到70基的 这个充等包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他这个回归勇士组合包 装备组合包 其实就是卖一些 卖你一些加8的 这个绿装 然后还有一些安定值的白装 或绿装 安定值是过1啦 过1的白装绿装 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就是 有一个盾牌或者是臂甲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盾牌或者臂甲 的这个装备的 整个组合包这样子 然后这个装备它是 这边有写要特别注意 这个装备是统一于3月7号 维修后删除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然后这两个组合包里面 都会给你50个高级龙钻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是给100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给50个 那这次是都给50个 所以这个要去要去注意 高级龙钻虽然说可以让你的那个经验更多 但是它的数量可能 以50个来说它一定撑不到70级 它可能65级就就断了 65级你可能就断业了 那虽然说 这边呢 高级龙这个回归勇士的特殊成长药水 它这个比较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成长药水 它总共会可以使用一个月 而且它的经验值奖励是700% 那我们再回到上面来看 如果你没有叶子的话 虽然说它的这个经验值 还是可以给你到700% 基本上练功速度还是非常快 可是没有断叶之后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很不容易打到宝 那这个要注意 那这边的话还有这个 白金变身卡片的制作书 如果你玩新职业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制作 比如说玩龙斗士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制作一个 白金的龙斗士 那这边还有一个 回归勇士的特殊戒指 或者是回归勇士的闪耀戒指 那它这边有写一些能力 这个大家再自己去参照 这边能力都写在这里 大家再自己去参照 好 那再来啊 如果是70级以上买的这个东西 它其实它主要是在于 这些特殊卷轴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获得更多的经验值 然后给你这个回归勇士的制作秘籍 你可以去制作神关或五关的这个装备 然后西游武器制作秘籍的碎片 你可以这边有写 西游武器制作秘籍的碎片 你可以用来制作西游武器制作秘籍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西游蓝布可以做武器就对了 你可以直接去做一把蓝色的武器 那这边是给你五关跟神关了 然后再来它这边有一个活动二 就是卖春节的组合包 好那这个组合包里面其实就是卖你一些不错的东西啦 龙钻一百个 然后祝福的富裕卷头一个 一个我是觉得很少啦 那至少可能给个十个吧 没有没关系 那后来这边还给你祝福跟诅咒的这个防武卷 各一个 其实它蛮佛心的 然后万能要十个 纯白的万能要十个 然后金元宝鞭炮红包 金元宝呢 它其实应该说它给你这一包里面三千转 三千转里面它会给你保底一个收集品的效果 金元宝我们来看一下 金元宝它可以拿来换 你可以自己去换 金元宝一个你可以去换永久的近距离命中 或者是远距离命中 或者是你自己选择HP MP最大值加50或30 你可以自己去选 那它既然给你三个这个 那个收集品效果 它就是已经设定好了嘛 就是只能买三次 这个东西它只能买三次 那价值划不划算大家可以去参考 因为这些祝福卷轴 诅咒卷轴在冲装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 是非常有用的 那富于卷轴是真的比较少啦 然后它只给一个是真的 我的意思说用起来是一个是不大不大不够用的 然后鞭炮跟这个红包啊 红包这两个就是消耗品啊 鞭炮的部分它是增加这个 它有点类似那个 药金的药金那一招魔法 会有烟火特效 那就对 就附魔强化 它是它等于就是附魔强化 它是而且效果无法共存 然后鞭炮包就是送你名誉币啊 变身币啊 瓦瓦币啊各两千零一十九个 好 好以上就是第二种商城 商品的这个更新啦 然后再来我们讲 来我们来讲拉斯塔巴德好了 我们来讲拉斯塔巴德 拉斯塔巴德这一次它维修之后就常驻了 它就常驻了 然后它的进入方式很简单 就是在副本里面它会多一个 副本的选单里面它多一个世界地坚拉斯塔巴德 然后传送进去花十万块 传送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传到这个陈墨洞穴 然后再从陈墨洞穴 可以传送到拉斯塔巴德的洞穴 那才是真正可以打怪的地方 然后它这边有提到 就是八十几以上啊 它可以在每天享有三次的免费跨服频道的传送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发公屏啊 发那个世界频道这样子 那如果三次免费用完之后 你要用每次讲话要十万转 才能传送才能发那个讯息 那这个是给课长玩的 好那我们先讲 我们就继续讲拉斯塔巴德的部分 如果说你有在预先登录的话 其实你一定会看到拉斯塔巴德的这个介绍 可是现在正式公告出来的拉斯塔巴德 并不是那个版本 好当初台版上面公告的那个其实是韩版 它其实早期也有这个 也有那个版本 那它后来是改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跟韩版同步啦 那传从那个沉没洞穴传送到拉斯塔巴德之后 你会在这个中心 地图的这个中心 应该看得到 地图的中心 然后这四个 这四个角各有一个门 如果你用走的话走很久啦 你可以用这边的传送师花一些钱 它就可以传送 在这边有血 你可以去各个那个 各个军王的那个房间里面去打怪 那当然这一片广场里面的怪也非常多 超级多 非常多 而且怪物强度很强 基本上防御可能要一百二一百三 才进去才比较不会痛 比较不会而已 但是还是很痛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为了让玩家呢 可以更简单的 也不是更简单的 就是你至少杀起来会有一点爽度 所以它在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BOSS的房间里面 都加了一些祝福的这个效果 突击训练场 它加近距离伤害 好那我们简单来讲 这边总共它分了四大区 四个效果 应该是第五格 五格是中央广场 中央广场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片地图叫中央广场 那传送到各个小地图之后 就是依照这个 那你要怎么知道 自己的职业可以适合去哪里打 你就是看后面的这个属性 如果你是近战的 你就去你近战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远攻 比如说妖精枪手 你就去你自己这个 这个可以练攻的地方 然后明法这个智力啊 就是给法师的嘛 给法师给法师练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禁剧灵命众 这个也是给禁守 反正你都可以去 但是你可以自己看看这个效果 哪一个比较适合你 当然每一间每一个地方的怪物是不一样的 每一间的怪物组成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多去看看才知道 然后中央广场的话 它是没有套用效果的 好那主动怪很多 这些地图其实都是主动怪 好那自己看着办 因为如果说人太少的话 那门太少的话 很容易被围毆到死 那要注意一下 拉斯塔巴德的这个地间啊 每个礼拜只能进去三小时 好在这边有写到 每个礼拜只能用三小时 你可以用补充时 补充最多六个小时 而且里面是不能记忆坐标的 但是可以传送 而且是一般区域 好被杀死会掉趴 好然后这个世界地间的部分 我就不再讲了 我这边这个之前跟之前那个 呃 时空裂痕 呃 次元裂痕是一样的 那这边有一些boss的介绍 这个大家自己去参照 每一间 每一间那个 呃 不同的房间都有不同的boss 那掉落怪物是这样 然后他这边有帮你分好 中央广场 他没有细写啦 就是之前每一个地方会掉落哪些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去参照 好这边 荧光双刀是打得到的 然后这个印章啊 待会会讲 这个都是一些好康的东西 好 精灵水晶就是 这边 精灵水晶三重提升 快速恢复 古代启示 这三招 还有这个荣耀防护 就是每个职业 刚好四个职业啦 四个职业的这个 红色的技能 好 然后boss的八大长老 跟四大军王 会掉什么宝物 这边也都写在里面啦 非常清楚 你可以去看 然后刚才有讲到一个移民嘛 移民 跨伺服器的移民哦 那个我们讲的所谓的大移民 就是不会管这些分组 现在这些分组其实 虽然说他分好了 可是你在移民的时候 你是可以这样跨的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这个就跟之前吃元裂痕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怎么玩 现在就是怎么玩 好 然后后面有一些道具啊 就是在拉斯塔巴德里面才能拿到的道具 比如说这个黑暗士兵会章啊 你可以拿去卖钱啊 然后有一些什么灵魂结晶体啊 你可以去制作这些装备的时候会用到 那可以打打看啊 但要做制作这些真的不容易 那真名皇套装是新的 神话级武器其实也有增加一些 然后拉斯塔巴德装备箱 可以开到一些东西在下面 这个都会有公告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大家详细的自己去再去看 然后这边有一个活动任务嘛 杀100只怪物 你就可以拿到经验子 跟拉斯塔巴德的幸运箱 那幸运箱可以开什么东西呢 随机获得道具 这边 这边就写 其实这些箱子大家可以再 自己再去洗一看 我这边就不就不一个一个讲 这边有写了 幸运箱100%可以获得时间补充宝石跟龙钻 就是你每天可以来这边多打一下 觉得 应该说也不是每天啊 就是活动时间内 好 好 这样子 这样子就大概就是一个拉斯塔巴德地间的介绍 但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出boss的时间了 那台版是还没有公布的 那这个之后再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给大家 好 那我们再讲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我们来讲 好 龙斗士好了 我们来讲龙斗士 我们先讲我们先讲那个一个新的活动叫暗龙圣殿好了 这活动很简单 你看他他只要五分钟 他简单来讲就是 呃这边来 你只要进去啊 这边活动期间完成任务啊 就可以拿到一个传送卷轴 然后就到那个暗龙圣殿里面去打怪 那你要怎么拿到那个卷轴呢 那你要怎么拿到那个卷轴呢 那他他没有写 官方没有写 我记得刚才好像有看到啦 但是他这边没有写 他这个图片好像物质 然后这边 呃他只跟你说有移动卷轴 然后用用了之后会移动到这个暗龙圣殿 然后打怪啊 你会你可能会拿到这两种宝箱 赛尼斯的宝箱 你可以获得其中一种一种物品 然后龙之钻石箱就拿到 一些宝石嘛 那赛尼斯宝箱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些什么 魔王武器箱啊 五光神观箱啊等等的 你就可以去开到夏蕾这些装备 那这个大家自己再去参照 好那新增的任务 七只等以上可以获得任务 但是他没有写任务啊 官方没有写任务 可能是图片物质啊 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但是我这两张图片应该是一样的啊 这两张图片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官方再去修正啊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 龙斗士的这个改版 它很多啊 总共有七大项 第一个是龙斗士创脚 是从旧式武器的话是维修之后 就可以创脚 然后下午六点才可以登录游戏 新伺服系的话 呃也是一样哦 维护后可以开放创脚 然后也可以创所有职业 可是所有职业都要等到 晚上六点才可以登录游戏 基本上是这样 那龙斗士的介绍 大家自己参照 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龙斗士的专属收藏啊 他说你只要创脚 创脚的时候你就会获得这个骨头 然后呢你再去商城里面用红利买 100红利买这个穿成的骨头碎片 这两个东西你拿去收集品换 就可以换到300加300的这个HP 哇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换 这个是超好的一个效果 之前免费的那个是送365天 那时候是一周年了嘛 对不对 这边又再加300了 这个一定要 龙斗士的HP比较少 应该说反正无论如何啦 然后再来看一下技能介绍 技能介绍最主要就是屠宰者 那这边大家可以再去称照 那我们刚刚看一下 有一个叫做什么龙之什么的 好 刚才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技能说明 技能名称 没有 这里没有 应该是龙之冲击啊 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个嘛 那这边的话 跟之前官方在 在那个叫什么 登登登网站上面 都已经有写了 又写得蛮清楚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重复去说明 给大家参考 好好 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 新增的道具 新增道具很多啊 前面这边都是一些这个神话级的武器啊那你要制作这些武器当然得去打拉斯塔巴德这个这个世界地间才有办法去制作哦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些套装的效果真命黄套装这个以下这些是新的真命黄系列套装韩版其实蛮新的 很多课长会去做这一套的哦 这一套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啊 它也是属于 它也是属于传说级的这个装备哦 然后下面这边有这个寒冰的寒冰系列的这个盔甲 那这个的话其实 龙斗士很多人会推荐这个 因为寒冰套装它的能力加成就是你穿一整套的话它的能力加成非常多 防御的OI-N5力量加2体质加3模仿加15HP加100体力回复加8MP回复加4水属抗性加20这个职业限定王族跟龙斗士这龙斗士其实这这一组套装算是不错的那底下这边就是一些龙斗士的武器它专属的武器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之前我在网站上都有介绍过了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是魔族锁链剑 蓝武以下唯一的不坏刀 然后嗜血锁链剑 这个是会吸血的 然后再来恶魔王的锁链剑 这个是不坏刀 打架专用 那寒冰锁链剑的话是只有活动限定 活动限定才能换到 然后上面这个尖灭者锁链剑 它是传说级的 这个就不看了 然后有一些新的装备哦 包括这个异界的战斗头盔 这套是蓝色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的特色性就是 它有加一些远近距离的这个命中哦 然后还有体力回复 然后每一个装备都有加HP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龙斗士最主要的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HP嘛 它HP量比较少 这个装备可以拔布起来 然后它需要体力回复 因为放屠宰者需要 它有HP 所以它这边又有一个体力回复的这个 呃 这个价这个能力 然后它 近距离的命中哦 你看整套穿起来就是一二三 那这一个的话 它是 应该把它算进去啊 因为都是属于战斗比甲 它这边又是远近距离的攻击跟命中 又再加一哦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蓝布制作 所以取得难度 还好 取得难度还好 然后一戒头盔的话就是绿色的 这个是算是基础装 大家可以去参照 它都有去加这个HP的最大值 还有这个命中率 那缺点是它没有体力回复的这个加成 好 然后再来是腰紧这个枪手的部分 枪手的部分它多一个大炮 敏捷加二 外攻击加三 智力加一 这个参考 然后黑腰的部分 终于出现了这个荧光双刀 那我们说 荧光双刀取得方式只有两个嘛 第一个是去拉斯塔巴德的地界里面打 第二个是用 那个春节礼包去制作 好 去制作 然后后面这个也是大家去参照 雷亚项链啊 那 后面收集品也是一样啦 很多很多 包括 几乎都是斗士的那个 斗士 斗士的这个装备啦 都是装备一些收集品 好 那这个大家去参照 我们就不再讲 然后 新增的变身啊 新增的变身也不少喔 那可以看到 基本上金变的神话级变身就是金变 然后它会依照各自的职业去显现 去显现出它的这个 呃 变身 就是应该说各自的这个性别 如果你是王族 你抽到金变的话 你是男的 你就会显示男的 你是女的 你就会显示女的 那不同的是呢 不同的是啊 这个金变身非常帅 不同的是 龙斗士 因为他穿着铠甲 所以他没有分男女 他只有一种性别 就是男生 所以这个龙斗士 如果有 有人可以抽到的话 或 应该说合成到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棒 那传说级的变身就新增一个暗夜杀戮者 这个是龙斗士的 龙斗士的变身 夺命之雷 夺命之雷 夺命之雷集中加3% 好那 获得的方式 除了合成之外 刚才讲 春节充长箱里面 也可以抽到这个子变 好 然后英雄级的变身 很多人在等这一张啊 真死亡骑士兰 真死亡骑士兰 这个是攻速加108% 然后这边啊 荆棘公主艾薇 还有这个 这个阿尔 阿斯泰尔 格力特 这几只 死神之前是在韩服的时候 他是一个活动里面推出的 那台服直接把他加进来了 好像是万圣节吧 台服这一次 通通把他加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 应该是这两只 这个我不确定 这个是龙斗士的红便 那龙斗士还有另外一个红便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 因为韩版没有翻译这个名称 我不大确定 这个有可能是也是龙斗士的这个红便 好 那这个的话是攻 攻击速度加103 那他这边有加远距离命中加4 然后PVP的障害加2 那这个给大家参考 那西九变身的话 主要是加新生这个龙骑士的 龙骑士的这边有 龙骑士有四种变身 第一个是这个 白色的追踪者凯一 这个应该是 好OK 这边还有黑暗龙骑士 黄黄金白金 四种龙骑士 然后这边 他又有一个追踪者凯一 但是他是蓝便 可是这个的话 能力是所有蓝便里面 他是龙骑士蓝便 龙斗士蓝便 是所有蓝便里面能力最好的 就是龙斗士蓝便能力最好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 蓝波兔胡萝卜这个参考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有一些新的这个收集品效果 当然有些是龙斗士的这个收集品 但是大家再自己去参照 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看 雪萌蟲成长活动 简单来讲 现在你用一般捐献 除了原本这个之外 你会你只要捐献一次 就会多100%的这个 经验值 不是跟这个 会多100的那个叶值 然后他的效果是这样 雪萌等级10以上才 然后69级以下的角色 还可以额外获得这个 殷海撒祝福尖少5 然后这个给大家参照啦 那龙斗士的成长活动 其实这一次龙斗士 应该说 冲等的那个人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建议大家 强烈建议大家 不要用吃经验的 因为吃经验的你会少掉很多 至少那个变身可能就少掉了 那因为他这一次 如果说你决定要课金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用课的 课金然后练上了 因为在这个龙斗士的成长活动 你可以看一下 龙斗士每日活动 完成后可以获得经验值 然后你负龙斗 你可以拿到更多 消灭200只怪物 你获得的有这个高级奖励 应该说这有一些奖励啦 你负不同数量的这个龙斗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这个经验值 其他最多只负两个龙斗而已 真的超佛心的 现在有些活动都负到十个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很多啊 他总共有三个 200只怪 然后试验副本完成三次 消耗叶子300片 然后你就可以去换到这些经验了 然后第二个是 你在活动里面 活动期间里面 你去商城 买太古的玉玺 花100金币 你就可以买到 然后就可以来扩充这个角色的栏位 然后再来 你45到69集 也就是说70集之前 你都可以去这个成长路口 里面 打怪 那在这个里面呢 因海撒祝福消耗会减少30% 减少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你这边 他在打怪的时候 有机会获得活动材料成长结晶 你可以去找商人买一些商品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 45到69集 你要充等的话 每那个金币1万块进来2小时 你就可以在这边打怪 然后他可以买的就是一些 你打到那个成长结晶 可以出来买一些消耗品 买一些消耗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卷軸 大家都知道了 就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好 然后 再来 英雄武器替换 这个就是龙斗士 之前我们很多人在讲说 如何换到那个寒冰锁链 那现在台版也有了 但是哦 要注意哦 每个次武器只限定制作10把而已 就是那个10把的额度 所以先抢先赢 然后300万现金相信 对大家来说不是问题 好 那他可以兑换的武器就是 加7到加10以下任何一个 好 你讲 大家讲的恶魔王系列的武器之外啊 什么黑暗钢爪 黑暗双刀 辅功 解放步枪 这一些东西只要加7过1啊 就可以来换了 然后如果说你有恶魔斧头巴 亨特魔杖 恶魔镰刀 这个加0哦 就可以来换了 但是要注意哦 你这些武器不管你是加多少 你换过来寒冰锁链箭之后呢 他一律是加0的寒冰锁链箭 而且是刻印的 而且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祝福啊 转过来之后都是变成很普通的 加0寒冰锁链箭 就这样子哦 所以值不值得换 大家自己再去思考啦 那这把武器我只能说 如果说打怪的话是还可以用 但是他没有 没有那个不损坏的特性 所以在打怪的时候会受险 那这把武器他不适合用在打架上 那这个之前我在直播里面有讲到 主要是模仿的问题 然后再来 我们就看到最后的一个改版 其他的改版内容 第一个是他可以自动进入特殊副本 大家可以 我简单讲一下 他这边有上面有这个加加加加加加 他这个有标记数字 就是他已经先按了 那如果说他这里一开始是预设全部都是加 那你先按加 他就显示1 我在这里按加他就显示2 依此类推 他在把那个顺序拍完 拍完之后他这边有一个 开始自动进行特殊副本 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进去进去跑了 然后在过程中啊 如果说你移动的话 你自己去移动的话 他就会自动停止 你可以看一下 那点击游戏画面的时候 就会自动去中止 那详细的设定 大家去看 这个其实也好用啦 但也有点危险 因为进去之后 你可能被打还是怎么的 会反应来不及 那这个的话是自动进行中的这个画面 给大家参考 给大家参考 然后再来特殊副本的调整 就是古代金陵墓穴 他为了这个自动进入 为了这个自动进入 所以他把古代金陵墓穴的 传送进去的这个预设位置 调整了 原本是在这个上面 你要自己这样走下来 经过土区你才能这样绕 那这一次的话 他把它调整成在土区的中间 也就是说传送进来 就在他现在箭头的这个位置 在土区的中间 那竟然你就可以直接去打怪了 然后再来调整的是 每个场地的这个 每个副本的上限时间 原本都6小时3小时1小时 那维修之后呢 全部调整到上限是23小时 然后再来是职业的平衡调整 这个主要就是妖精跟枪手 枪手的部分 肩手他可以移动了 他现在是可以移动 就是跟韩版目前的设定是一样的 以前是只能站着不能移动 现在是可以移动 移动的时候 远距离命中会加7 那你站着不动的时候是加20 那这两招破坏技能 是几率提升 那妖精的话就是这样 好追加PVP减伤 那大地屏障 对象六格内冷却时间提高 那鹰眼的部分追加近距离命中 这个蛮重要的 好砍骑士啊什么打骑士的时候 这个近距离命中很重要 或者是打黑腰的时候 近距离命中很重要 然后再来优化的设定 优化设定新增一个是MP 以前只有HP的这个设定 现在可以设定MP的最大值 好就是你低于一个百分比的时候 低于一个百分几比的时候 他就不会自动去释放你 那个下拉的那个魔法 好然后这个还蛮好用的 然后如果是用一些内用内挂的 比如说你龙斗士 想要自动让他放光剑的话 你就把他拉到99% 好让他去让他去放这样子 然后一边抢怪一边 拉那个三重石 很好 屠宰者很好用 然后自动省电模式 改成5 30 60 还有一个关闭 还有一个关闭的 然后他这边有讲到一个 新增快捷栏位的锁定 就是原本这里啊 这边都是可以互相拖动 可是你有发 有时候发现 会互相卡 就是你手一碰 他就可能就滑掉了 那他现在新增了一个锁定 我看一下在哪里 这边 他有一个锁定 你开始按的时候呢 他这边就锁住 那这时候不管你怎么左右滑 他都不会去移动到 他都不会去移动到 那这个 对于手动玩家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定 然后阿曼之塔 这个有在抢王的 一定要知道 各楼船的boss 要改成 几率性出没 你看一下喔 几率性出没 而且 不会有那个怪物出没提示 而且出没的时间 也调整了 这个大家通通要去注意 如果你有在吃的话 都要去注意喔 然后 最后一个是 万能要的使用上限 变成12瓶 也就是说 你顶多只能加12点的能力啦 好 那这个对课长来说 比较有影响 对一般玩家来说 影响不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改版 然后明天改版之后 所有伺服器都会开放创脚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那个创脚的问题 好 那以上是这一次的这个 活动介绍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对这个活动 能赶快上手 因为真的很多 好 那详细的部分 大家再去看官网 那小编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